哈囉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NG房東的頻道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這兩個月我發生的事情就是 有一個房客嘛 這個同學他去年來的時候 是他媽媽陪他上來北部練書 然後他媽媽是當時是帶了現金 就是年初就是一次把那個 一年的現金通通帶上來這樣 因為他說他不習慣用轉帳的 那當時給我的印象是 他這對母女是很好很老實 然後很nice的那個房客 那所以那最近就是說三月份 三月份的時候他跟我提出來就是說 他有急事他需要回去南部啊 他要離開台北 那所以我就 我應該是因為這種情況是因為我們之前 就是說這一年來大家都已經有 已經有建立了一些共識 就是相處的感覺還是還不錯啦 大家他也很守規矩這樣子 那麼現在就是三月份他對我 對我跟我說說的就是說他有急事嘛 那剩下的那合約到期是六月三十嘛 那他剩下有他三月底他必須回去的話就是 他還有三個月的期間他需要 他說他自己找了一個朋友 然後接他的這個合約 我是我們那個社團裡面是常常有人 有很多問題應該都是有討論 但是我當時沒看到這一類這一串的討論 然後我就 但是也可能我容易呢 我一口就答應他是因為 這個基礎是因為我跟這個 這個女同學他跟我們之間是 建立一種信任的關係 所以我一口答應 那我是跟他講說 你如果你是為了想要省掉這一筆違約金 但是至起碼你這個 就是把你的成接你的那個同學朋友 你應該要讓房東要見面 事先要見面 不能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是阿貓阿狗 然後你就緊接著就是讓他進來住 然後合約也沒有親自跟我簽 我說你要省這個違約金 但是這些手續是不能省的 後來他就 那我們就約好一個時間 我們就約好三個人一起碰面這樣子 那這個女同學 接他合約的這個女同學 她是好像是說剛畢業嘛 剛從清華大學畢業到台北到北部來工作 所以他就是出社會 所以他對我提出要報稅的需求 但是這一點我是不能接受的 我是說那樣子你可能要找其他的房東 因為這樣子 然後他就 結果他就答應說 好OK這三個月都不報 就不報稅 然後大家重新簽一個租約 就是三個月這樣子 然後押金 押金就是要等到這個同學住滿 住到六月三十 退租我才能夠退給他 那這個期間是因為 這個前面這個 陳小姐她是租金一次都付了嘛 所以現在變成新街的這個房客 他要每個月就是要付給 付給那個前面的那個房客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這件事情也就是 我覺得倒不是說有非常大的問題 但是現在那接下來 他現在他4月1號進住的話 到現在就是一個月嘛 然後前幾天 這個張後來的這個張 張小姐她是跟我講說 她想要再繼續 就是六月三十到了以後 她想要再繼續簽一年的租約 就是說她住的還滿意很喜歡 那我就想說 那你七月份的時候是新的合約的時候 我們的條件是不會跟前面前任那個房客 的條件不會一樣 然後她說她也答應她也說OK 所以那緊接著呢 她就因為這個後面的這個這個張同學 她就比較 我覺得她是比較 因為女生嘛 她就比較 很多的 有些事情她就比較 敢提出來 比如說 她說 嗯 房東 她那個 房東太太 你那個那個 電腦的椅子 你可不可以 有沒有白張拿來給我換啊 因為我 因為現在目前的那個電腦椅 她不能夠調高或低 她是比較矮 所以對她來講 她比較不方便 好OK 但問題就是 嗯 我是沒有辦法跟她保證 我就跟她說好 我找看看 但是如果沒有找到的時候呢 你自己應該要想辦法這樣子 好這個這個事情 再 然後再來她又有提 又 這個事情她提了之後 我就沒有再給她回應了 因為 我覺得是 這樣子啊 如果 如果前面的房客 是可以用的 而且這些家具 就是 合約本來就是 嗯 合約裡面著名的就是只有提供這樣 如果你要加這個 加那個 那 那就是要另外要付費 然後 這個不是錢的問題是 你如果說答應了她一次 然後她 她往後她會陸陸續續再提出來很多的要求 那你 你那個房東就會忙不完 嗯 這是我我自己的過去的經驗啊 就是說 嗯 有些事情是可以答應 有些事情不能輕易答應 因為你答應你又做不到 那樣就是房東的錯誤了 所以 這個是 我過去 經驗來的 經驗過來的 然後 再來就是說 她說要七月份再重新簽約 然後的這個 那七月份再重新簽約的時候 就是 她要提出來 她就說 我的陽台啊 嗯 裡面有 有的不需要用的家具 你可不可以在簽約的時候順便幫我帶走 那我就跟她說 第一個是 我 我不住在附近 我也沒有開車 然後 所以我 你任何 你任何 有一個 有一件小的家具 我就是沒有辦法 我就是要請人家幫我載 這個是相當麻煩的 我就 我就 我就麻煩她 我就說 你其實你每個禮拜啊 你至起碼你會倒一次兩次的垃圾 那你就順便把它丟了就好了 如果你覺得你不想用的話 那 我就說 她就說 欸 那你可以叫你兒子來幫忙啊 那我就說 我兒子她在上班啊 然後她沒有跟我住 那 兒子對父母她也不是誰叫誰到達 然後更何況是別人 然後我也跟她說 嗯 嗯 有時候呢 出社會 嗯 到外面住 她就是要學習 嗯 能夠處理好自己獨立 然後獨立然後處理好自己的事情 嗯 嗯 嗯 我就是要跟她來分享這種概念 然後她也很聰明 然後她就 嗯 馬上就說好 她自己處理這樣子 嗯 因為她 她是說 因為有的舊東西是房東的 所以她必須要問過我以後她才可以丟掉 好 OK 這一件事情應該就是 嗯 這樣 但是 現在另外就是說 嗯 因為五六月就是大家報稅的 嗯 時候了 那關於 關於房東呢 她 嗯 房客一定要報稅的時候 房東可以 不接受嗎 嗯 這個問題呢 我呢 我在那個 我們的社團裡面找到了一些很好的答案 然後我下一回再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觀看 歡迎訂閱分享 我們 solu臨 看看 我們 如果